我们天天都讲,现在美强我弱 具体分解应该是八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还就是美国比我们有钱 美国GDP比我们高 去年2020年因为疫情影响 美国的GDP是缩水3.6 它缩水3.6 它还是20.93万亿美元 咱们国家是G20里面唯一正增长的 我们增长了2.3 我们增长了2.3 那也只是从前面的14.3增长到14.7 因为你们算一下 我们去年14.7万亿美元 它是20.9万亿美元 我们是他71 71就是意味着还是有29的差距 对不对 就是月收入它比你高 月收入意为什么呢 就是它增量财富比你大 因为美国还有一个比我们厉害的地方 就存量财富比我们大 美国是不是1894年就GDP世界第一了 咱们国家很长时间饿肚子了吧 也就是10年刚有一点余钱 对不对 对不对 它等于是村里的首富嘛 它老财主嘛 家里积累多嘛 所以这是第一个优势吧 财富存量比我们大 财富增量还比我们大 简单讲比我们有钱 第一个优势吧 第二个优势呢 就是它的产业比我们先进 是不是 有高端芯片在他手上 高端的那个工业设计软件在他手上 高端的仪器 精密仪器啊 高端机床在他手上 是不是 它可以卡我们脖子 我们卡不了它 这是第二吧 第三 那美军的总体军力还是比我们强大嘛 对不对 第四呢 搞金融朋友很清楚 就是美元霸权很厉害的 对不对 二战以后啊 国际货币体系就是围绕着美元霸权展开的嘛 四个了吧 四个优势啊 GDP 产业 军事 美元 对吧 四个 第五个呢 就是美国的朋友圈比我们大 就它盟友比我们厉害 对吧 美国正儿八经 签约的盟友有58个 58个盟友 然后里面有一半还是很优秀的盟友 是不是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都是很优秀的盟友吧 对吧 所以它盟友比我们厉害 咱们国家呢 这点这点是个弱点啊 这个我们国家五十年代是结盟的 跟苏联结盟 六十年代呢 虽然跟苏联落发了 他也结盟啊 跟一些小国家结盟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我们是不结盟了 1982年呢 中共十二大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 就明确的放弃了结盟主张 就开始搞一个东西叫全方位外交 所以从八十年到现在我们是不结盟了 知道吧 这个但是呢 是这样 由于历史遗留的原因吧 我们历史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有一个盟友的 法理上啊 我们还有一个盟友就是朝鲜 61年7月6号啊 中朝友好条约到今天还是有效的 但是大家知道朝鲜这个盟友 等于没有 对不对 非常有个性 对吧 吃我们的 喝我们的 从来不听我们的 对不对 这个 所以结论什么 结论盟友这一块 我们是有落点了吧 对吧 人家有五十几个 那有一半是很能打的 我们就一个还指望不上 这是第五个落点啊 第六个落点呢 花园 他比我们厉害吧 这个好莱坞 是不是 影响大啊 这个 然后主要的国际新闻媒体 是不是都在他手上 是吧 路透社啊 什么的 然后新媒体 这个什么 Facebook 脸书 推特 都在他手上 最近他不是打我们那个TikTok 打我们那个抖音 对吧 有一个原因什么 就抖音呢 还真是美国的一个挑战 华为是什么挑战呢 华为是第一个中国企业 在技术上超过美国 是吧 就人类那个5G技术啊 华为占了34 这个他受不了 气得不得了 这还闹过一个笑话 就是那个 那个 美国是17年底啊 美国国防部啊 发表一个报告 就认为呢 5G啊 是未来 这个英特尔发展的大方向 然后美国 他承认美国5G落后了 然后5G很有价值 这是国防部的报告啊 美国人自己犯的错误 大家应该知道 1G 2G 3G 4G 美国都领先 对不对 但是实践当中是这样的 1G在市场上是失败的 2G成功了 3G失败 4G成功 所以美国人挺逗 他认为5G肯定失败 是吧 他说要直奔6G去了 结果没想到6G搞不出来 5G搞成了 所以17年底啊 那个美国国防部有个报告 说这个5G会搞成 而且5G很有价值 经济上 大概最后的价值超过50万亿美元 然后经济 技术各方面影响都是 都很大 这个 然后呢 这第一 5G管用 第二 突然发现5G中国领先 尤其是华为领先 然后 美国国防部发表那个报告 当天呢 特朗普还闹一笑话 特朗普在推特上 第一反应说 中国偷了我们的5G 然后下面一片留言 说老大 我们就没有5G 对不对 你不可能偷 就中国不可能偷 你没有的东西 知道吧 就穿越了 这个 这个 这是他打华为的原因 他一开始 他这瞧不起5G 结果后来发现5G 管用 我们还要落后了 落后怎么办呢 他实际上就行政干预 说我没有吧 老师通过行政命令 说谁都不许买你的 他对于有点耍赖 知道吧 就人家华为 搞5G 搞了十年以上 投很多钱 知道吧 他要变现了 到美国来个行政命令 谁都不许买 想让华为破产 这个 他现在就这么 一个思路 打华为嘛 这个 因为他自己没有5G了 所以他现在 第一个思路 就是遏制华为的市场 就谁都不许买啊 第二个思路 就是扶持三星 让他自己就没有了 知道 摩托罗拉 朗讯 北方工 北电 都没了 就美国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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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的电子产业 没了 知道吧 所以他现在呢 这个控制外面了 一个控制台积电 台积电要告诉大家 这个70%的股权在美国人手上 他名义上这个台湾公司 对吧 那70股权在美国手上 他其实是个美国公司 然后就是那个三星 三星也是这样的 就是美国人的股份占到81啊 三星 这个 所以他也是个美国公司 所以现在他在扶持他 他现在 5G技术 他主要在扶持三星 用三星 跟我们那个华为对抗 但是五 就三星有一个追赶过程 他一下也上不了手 知道吧 5G技术最好了 第一是华为 第二是我们中心 第三是欧洲的洛基亚 第四是爱立信 知道 中国两家 欧洲两家 美国 像三星呢 实际上是不行的 我问过那个华为的领导 三星怎么样 他说他们业余选手 我们是NBA专业选手 不在一个档次上 是吧 华为看三星 在5G技术上 相当于NBA职业球星 看那个咱们 南昌街头的篮球爱好者 是一样的 看不起的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情况 这个 他才没队伍了 那个 在5G问题上 所以他就打那个 打那个华为 所以华为是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中国 竟然有公司 在一个关键领域 超过美国 还有一个案例 就是TikTok 就是那个 就是张一鸣的 那个抖音 抖音为什么 对美国有影响呢 就是抖音提供了 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美国没有的 就是给你短视频 老百姓自己去弄 他给你一个平台 对吧 每个人 你自己提供 那个小短视频 他把平台搭得很好 你做得好 怕粉丝录云 对吧 你要赚钱 对不对 他就搞个平台 这个模式是他没有的 算法特别好 算法是他的秘密 美国现在不是要整 抖音 条件是 你把算法给我 我老你一命 后来我们国家商务部 是专门出了一个 叫隔断法 就命令 你去谈可以谈 绝对不许提这个算法 提都不许提 就保护这个 保护这个 张一鸣呢 实际上 这个 OK 这是 这是美国人以前 没有遇到的模式 知道吧 就是技术 我们在个别领域超过他 然后 对 商业模式 在个别领域超过他 这个 然后 抖音呢 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他打破美国那个 资本媒体的信息垄断 这个也是他要打抖音那个原因 好 那么当 当然现在 现在打的还有效 抖音现在要退出美国市场了 这个 他就把那个美国市场打包 就是要出售了 那个 那么其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国际上啊 这个主要的媒体市场 就是在美国人手上 然后他不断的可以 发表他的意见 你的意见 他给你 给你那个封号 特朗普的号都给封了 对不对 其实资本集团啊 霸道起来很霸道的 根本不跟你商量 啪就给你封号 这个 像咱们国内的很多网民啊 翻墙出去 开那个推特啊 那个Facebook 马上就给你封号了 一会儿就给你封了 中国大使馆 很多号都给封了 对不对 资本媒体啊 我跟你说 他竞争起来挺无奈的 知道吧 那个 OK 这是个 第六个情况 就是话语权太厉害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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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